最新的他们已经 共产党已经做好了计划了 就明天大选结束以后 谁赢谁输 对对我就想问一下 首先我说就是大家 大家可能看到表面上 感觉到民进党领先 然后民进党是极大可能赢的 但实际上我们了解的 这还真不一定 对就是依这个新东联邦的 这个情报来源说真的 实际上还不一定 这个民进党一定会赢 就是说可能会有猫腻儿去了 对可能背后有猫腻 因为共产党他不可能白干 他派了这么大的这个 一个是能源的渗透 第二个就是威慑 然后内部的这个 你知道另外柯文哲 跟这个侯友宜的联合 气宝 对所以说这背后 他们还他没有停了 他不是说咱们报了以后 他们就不干了 他们还在干 所以说真正的 我们说民进党一定会赢吗 不一定 不一定会赢 那么很有可能 共产党会赢的 所以他们背后还是在谈 还是在 现在还在勾兑 对还在勾兑 所以大家不要一向请愿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 这个节目要做 我们还是要更多的 能投票的赶快去投票 更多的浮游 更多的传播信息 告诉大家 这个谁赢谁输 谁赢的结果是怎么样 谁输了的结果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说 民进党如果赢了 赢了 毫无疑问你刚才说 有没有可能战争 当然有可能 习有可能会开战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们也做好计划 就是即使不去开战 是一定会围困 一定会封锁 就是是经济上的 对经济上面的封锁 围困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 因为台湾你知道 它是一个岛 它对这个港口运输的依赖 是非常大的 经济很多一部分收入 来自于这个港口运输 所以共产党已经做好计划了 如果民进党赢了 他们一定会实施 经济封锁 然后那个港口封锁 就运输封锁 对他们已经做好了 这部分的计划了 当然你说的刚才 会不会开战 那是也有可能的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民进党赢了以后 那接下来那个气球 不是23个了 可能是230 2300开始飘 或者是上千的 带着武器 各种所谓的侦查这种 还有军机啊 等等的这种情况 那就可能每天都会发生 哇 对 所以当然这是你要继续 坚持走这个民主路线的 要付出的代价 或者要承受的这种风险 就像过去 那过去也没有停过 共产党的威吓 共产党的干涉 渗透也没有停过 所以我相信台湾人 以选择这个民主路线的 他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因为过去大家已经知道 共产党会怎么做 那另外一个 我们就是如果民进党输了 那这个国民党赢了 赢了会是怎么样 那毫无疑问 就依照我们这个过去说的 和这个共产党的计划的 就和平统一了 就等于把台湾送到共产党 送回共产党的怀抱里面去了 那毫无疑问 你说这个过去的香港 我们就看到了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同样会靠平 会在台湾人身上 当然不一定说这个 不一定说会这个 说是大开杀戒 会像这个香港那样 会杀很多的台湾人 但是香港呢 这一切一定会发生在台湾身上 一定会发生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据我们的这个情报来源 就是他们如果说 民进党输了公民党赢了 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蔡英文 赖清德什么肖美琴等等的一些人 一定会投到监狱里面去 哇就是政治迫害了 对一定说 他们已经做好计划了 就如果说民进党说 国民党赢了 这些人全部要投进监狱 哇那真真实的 对所以说那就更别说 你这个整个台湾人 就像当初对那个 马英九对陈水扁一样 就是把陈水扁给放到监狱里面去了 对那他当然会用各种名义 各种方式去做 因为你要一旦被公民党 或者他共产党控制的这些 党派去执政的话 他们是有这个权利 他可以用共产党的手法去做这些事情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 我们可以跟台湾人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讲 结果就在这个地方 两种可能先摆在这边了 你怎么选择 这个决定台湾人 台湾岛 台湾人这个未来几十年的命运的 这一次大选 希望绝大部分的台湾人 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意识到共产党的这个邪恶 意识到这个台湾的 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在野党 或者说这个跟这个几党 这所谓的轮流 这另外几个党 他已经不是爱台湾的党 他不像 他是出卖台湾的党 他不像说其他国家 你两党执政可能会内部竞争 但两个党 他都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的 那现在台湾呢 除了这个民进党 以外几个党 他不是 已经不是为了台湾利益 台湾人的利益了 还是要维护国家利益 那是 我们会认为